Mira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Mira這次回家了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Miles Stone 因為她開始吃副食品了 一個禮拜 她剛剛轉來一直炒一直鬧 結果我們就加了香蕉之後 就好了 有好了耶 真的耶 好了 我覺得真的是當了父母才知道 它每一個改變真的都是超超超特別的moment 對父母來說 長大之後你可以吃披薩囉 那我這次要來分享的是 餐具的一些選擇 這個非常可愛 它上面寫We might be tiny 它是澳洲的餐具 我覺得是非常好洗 非常好用 它也可以用蒸氣消毒鍋 我覺得唯一的缺點是 應該要買有蓋子的餐具 像這種有蓋子的 非常方便 因為我們像出去的話 你會怕會弄髒 像這種有蓋子的話就會不怕 而且你要回來洗 有寶寶專用的洗奶瓶 洗蔬果跟洗盤子的清潔液 然後再來是它黏著桌子 那我們用的餐桌椅是STOKE 它黏的還OK 它沒有說很黏 就是MIRROR還是可以這樣動來動去 因為它有時候會去吃盤子 但我覺得目前是還可以接受 而且它有分隔 你可以放不同的食物嘛 但這是大一點 一歲之後我覺得會比較有用 但是我覺得 可以慢慢的讓它知道說 喔 食物就放在盤子上面這樣子 那我們的方法呢是 我們會準備一個粥 然後給它手指食物 它第一... 唉唷 這麼大一口啊 太大一口了啦 所以手指食物還是會放在這裡面 我覺得呢 我應該算是新流派跟舊流派的中間 就是我會想要先自己餵它 我想要讓它吃粥之外呢 我也想讓它自己 嘗試自己吃一些手指食物 香蕉我會放在 就是那種 咬咬樂裡面 賴麵 這種比較軟的 好吃嗎 你說心餵 你吃飯囉 Like إ 還有麵餅 手指食物還有 甜椒 紅蘿蔔 竹筍 這種然後把它切成長條狀的 它才不會就是圓圓整個這樣下去會噎到 它我選這些都是silicone的 我覺得它很好的是它一樣 這邊是可以貼在桌子上的 然後再來是它有這個蓋子 所以就是出去的時候很方便 它也可以放蒸汽消毒鍋 所以我們都會先洗乾淨之後 再放蒸汽消毒鍋 再來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是 湯匙的選擇 我們是先買這個湯匙 這個湯匙它就是吃一吃 餵它吃粥 它就會拿來自己吃 它因為有這個擋著的關係 所以它不管從這邊吃 從這邊吃它都不會噎到 但是如果它是用這種比較長的湯匙的話 它就會從這邊吃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有點那種作偶的反應 這個呢我建議你可以準備兩種 比較長的呢 可以parents啊 你可以餵它 然後它想要自己玩的時候呢 你可以拿這個給它 所以基本上兩個我當天都會準備好 這個其實比較長 對父母來說會比較好味 這個有點太短 再來是水杯 那水瓶呢 這個是朋友送的 這個我覺得非常非常喜歡 它就是有一個重力的這個球有沒有 所以它就不會很輕 它就不會亂倒 所以寶寶還不會拿的時候 它就會永遠都可以喝的到水 然後再來是吸管在裡面 所以你外出帶的時候就不怕它髒掉 它的吸管是只有這樣子 它不會再長了 我有買這種杯子給它其實 就是在加喝的時候 可是因為這個 這個吸管 你可以這樣無限無限無限的拉長有沒有 對它現在六七個月來說 它就會一直一直一直拉長 要一直拉長 要一直拉拉拉拉拉 然後它就一樣就是會噁 就開始有點噁心 所以我會覺得說 可能這個還是大一點 會比較好 那這個也是silicon的 也可以放蒸汽消毒鍋 我蠻喜歡的 而且又蠻可愛的 很棒啊 我非常推薦就是六七個月 它現在練習了大概一兩個禮拜 它已經會喝了 然後喝的時候記得一定要點口水晶 它下面全部都是 它現在的反應超多 現在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你吃不完的啊 MIRROR 午餐秀結束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嘿嘿嘿 剛剛離開過午休息啊 他就這樣 Here comes the moon Hailed by my love